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要注意中午以后开始午后热对流的作用在山区的部分 尤其西半部地区的午后雷震雨都会开始出现 那我们东边这个晴朗的区块就是太平洋高压所在的位置了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封面云带开始在逐渐的往北抬升 最重要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正在逐渐的往西伸展 在这个礼拜高压势力偏强 我们的午后震雨就偏少 高压势力减弱一点点 我们的萨巴侯在西半部地区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还是给大家建议下午外出活动一定要记得西带雨具 还有山区下午都容易有浓雾哦 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温度已经没有那么凉了 27 28了 白天的高温在33到32度 午后震雨发得早的话呢 温度状况就大概维持在这样 那如果发得晚一点就会到34 5度 你看中部地区就已经到34 35度的高温 南部地区也有在34度 只有局部性的我后雷震雨 东半部地区呢 主要是在南头啊 嘉义下完三八号之后 傍晚的时候云层就会飘到东半部地区 那宜兰是这个太平山峥 还有包含雪山会有我后震雨 外岛地区倒是注意温度状况 中午也偏高 要提醒大家下午的时候山头顶上 如果乌云密布表示雷雨正在发展 溪水暴涨就要特别注意咯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